首都也沦陷,宣布封闭式管理北京封城 中国新型冠状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4万,死亡人数破900 首都北京也封城,采取封闭式管理 发布十条疫情防控公告,进一步严格的小区、村封闭管理 在出入口设置检查点、居住人员和车辆凭证出入 进入人员必须通过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快递、外卖等人员送至小区、村、社区 非生活必需品的文体活动室、娱乐室等公共场所一律关闭 十点疫情防控公告如下 一、严格居住小区、村、封闭式管理 进一步严格的小区、村封闭管理 在出入口设置检查点、居住人员和车辆凭证出入 进入人员必须封闭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 无物业、无安保、开放式小区有属地街道负责封闭措施、社区、村、传播疫情时 市情况对住宅单元楼门、小区、村等实行封闭式隔离 二、严格核实登记小区、村、来往人员、车辆 外来人员和车辆原则尚不得进入小区、村 情况特殊却需进入的 由管理人员做好登记备案、快递、外卖等人员送至小区、村 指定区域由客户自行领取、设置指定区域应避免人均聚 三、严格抵抗经人员登记 人员抵抗经当天应及时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 报告健康情况并配合完成个人信息登记工作 隐瞒、缓报、谎报有关信息或对抗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安置的位置、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四、严格重点人群的管理服务 抵经前14日内离开疫情高发地区或有过疫情高发地区 人员接触时的人员应按规定接受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 主动报告健康状况、配合相关管理服务 一律不得外出出现发热症状 应按规定及时就诊排查 各街道、乡镇和社区、村要严格管理 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拒绝接受医学观察、居家观察等防控措施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严格集中隔离 对本市补充并经卫生保健部门流行病学调查确认后的密切接触者 原则上由各区负责实行集中隔离并进行医学观察 密切接触者应主动配合医学观察 拒不配合地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采取强制措施 6、严格的公共空间管理 社区、村镇、社区、村、物业、企业、所有权单位 要做好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垃圾分类处理、环境整治等工作 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园区、建筑物、企业等 要加强体温监测、认真筛查发热人员 坚持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小区、村内的装修装饰等工程一律停止 水、电气热等工程施工单位、旅馆等 要配合社区、村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7、严格管理出租房屋 房屋租赁中介企业或行业主要明确的防控责任 人和联系按照要求向社区、村提供出租房屋和承租人动态信息 对部报告租住房屋情况 不配合政府和社区、村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8、强化基本生活保障 市场、菜店、超市、药店等要合理安排营业时间 做好人员导流、强化风险管控、社区、村 要加强对老幼弱等人群的关注、做好服务保障 9、强化全民防护意识 居民要严格遵守在公共场所对准口罩的规定 减少外出活动、不参加聚会和集体活动 对不听劝阻或引发冲突冲突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 10、强化示范带动 党员干部、党代表